自动汽车 我们说是个双位数增长 就是充电桩等等这些设备在海外 更多的是一个三位数的增长 而且它也在有几个大的变化 比如说越来越高的功率 越来越便携 垂直细分领域 我们的不断的迭代跟创新 中国的这些民营写的出口 已经引领全球的超级